嗨,欢迎收看《谈蜜未知世界》,我是杨阳 宇宙的组成中有超过90%以上都是暗物质和暗能量 相信大家之前已经听过不少学者提出这样的理论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暗物质真的存在的话 会不会也存在着暗物质组成的星球呢? 宇宙中是否存在着暗物质星体呢?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 无疑会引起很多宇宙迷和学者的关注 其实,早在2010年的时候 美国一位大学物理学教授佛里斯就提出过这样的理论 当时的他还通过一系列假设计算得出 在宇宙大爆炸八千万年至一亿年间 宇宙中的第一颗暗物质星诞生了 它是完完全全由暗物质组成 就像一般恒星都是以核能为能源 暗物质星也有它的能量来源 也就是我们说的暗能量 弗里斯通过自己的计算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一颗暗物质星的直径可以轻松达到太阳的20万倍 但是表面温度会非常低 同时质量可以是太阳的1000倍以上 相比这样的巨无霸 人类目前为止能观察到的最大的形体 也就是太阳的150倍左右 那么就连杨阳也想问了 这么巨大且充满能量的形体 为啥我们一点都无法感知到它的存在呢 弗里斯在自己的研究报告里面表示 暗物质星对外散发能量的频率 是我们目前无法捕捉到的 同时它发光的亮度其实远远超过太阳 但其波长也是我们无法捕捉到的 也就导致了暗物质星非常巨大 但对于我们来说 又像一个宇宙幽灵一样的存在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 对这样的暗物质星会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关注太密为之世界 留言与我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了